就像王文杨跟李安妮之间 这大老板的感情世界外界 一直都非常的好奇 这次被狗仔队给拍到的是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跟拍卖女王郭茜如 其实他们两个的绯闻 已经传出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当事人始终没有正面的承认 甚至还因此对媒体发过脾气 不过在昨天 林百里跟郭茜如两个人则是被媒体直击 他们是食指紧扣着 在香港逛街 看起来真的是关系非常的亲密 照片上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牵着一名女子逛大街 两人食指紧扣 一副相当亲密的模样 虽然只照到背影 但其实不难发现 这名女子就是跟林百里 已经传绯闻好一段时间的 女拍卖官郭茜如 郭茜如小姐她的这个艺术 非得不谈这个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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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是什么棒的 两天前才因为被媒体追问 当场发飙了林百里 对于和郭茜如的这段秘密练情 一直非常保密 虽然曾经被拍到进出郭茜如的家 但也从来没有松口过 郭茜如小姐 跟董事长 那个事情 对来自私人的安全问题 个人问题 一概不回答 股东会上林百里一被问到练情 也是一样摆出扑克脸 其实根据报道 两人密练已经超过了一年 曾多次一同出席公开场合 像是一起听演讲 还有一同看米乐画展 60岁的林百里和39岁的郭茜如 虽然相差了21岁 但因为郭茜如身为华人美女拍卖官 跟林百里的艺术品味兴趣相投 只是林百里目前还跟原配有婚姻关系 两人非常的低调 却是上流社会中不能说的秘密 只是现在两个人在香港高调牵手的画面 曝了光 林百里真的很难再完全不承认 中天新闻 陈文芳社上一台北综合报道 中天新闻